在这个发达媒体开放的时代 往往口才好更容易被大众注意 也相对可能可以得到更多机会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大型谈话性节目 都在在证明口才具备的优势 但是我却曾经看过一个人 当大家在聚会聊天时 在现场充满非常欢乐的言谈气氛当中 只见他独自安静的坐在角落 并没有跟任何人交谈 顶多只是微笑点头 感觉非常的内向 甚至可以称得上沉默寡言 当然他也是经常的独来独往 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经常专注在自己热衷的事情上面 一整天也不会累 更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感受 因为如此 接下来的各种聚会和团体活动 他也甚至尽量都不参加了 我们总是会认为 这样的人应该是属于内向的社交障碍吧 可是我们再去深入了解这样性格的人 了解发现 这样的内向的人 独处的时间反而更多 而不用把时间花在人际交往上面 而有更多的独处的时间 更可以专注的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而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 是从来不需要使用语言来替自己加分的 因为言多必失 所以话少的人反而不太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挪威剧的作家 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亨利克·易普森曾经说过 世界上最坚强的人 就是独自忍受一切的人 所以今天的话题 内向不爱说话的人 有可能颠覆你我的认知 反而他们才是真正厉害的角色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聊聊吧 内向和社交恐惧根本不一样 每个人的思想不同 感觉、行为、认知等等都不同 人类也是动物 但是我们还是拥有自我意识 可以表现自我的性格 其实不管内向外向 都是凸显自我性格的一部分 即便你是内向的 也并非是所谓的性格缺陷 所以不用感到怀疑 可是我们一般人会针对内向的人 给出一些不正确的既定印象 更喜欢把内向的性格 直接对比成社交恐惧 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 因为内向的人不代表害怕参与社交 只是在比较多的时间选择上 他们更喜欢独处远离人群 就像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在节目上无话不谈 甚至感觉像外向的行为 但是结束舞台上的表演后 在私底下却不喜欢参与社群活动 只因为工作需要 才会展现口才上的专业 落差是非常大的 对于内向也常被误以为不喜欢跟人群打交道 其实不然 当你打开他们的交友圈名单 你也许会感到非常惊讶 他们的交友甚至有可能比你更多 只是他们更倾向于探索内心的个人单独世界 并不见得难以沟通交流 甚至许多优秀的领导者 在管理团队之后 也非常崇尚个人主义 因为单独可以使他们更容易思考 所以我们别被再误导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内向的人反而更懂得享受 喜欢安静 放松的环境 在情感方面 他们更能够细腻的表达 展现他们不同于外向的个性的优点 我们经常发现许多人很聪明内向性格的人 在各领域的杰出表现 由此可知我们别再被互惠 其实内向和社交恐惧 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不喜欢说话都是厉害的狠角色 我们常说沉默寡言的人沉默是金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喜欢说话 而是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场合该说话 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位同学 非常的沉默寡言 不爱说话 可是各项成绩却非常优异 做起事情也调理清晰 很有自己的原则 虽然话不多很内向 但是却带人真诚非常友善随和 因为内向又不爱说话 也让他练就自己的独立个性 令人惊讶的是 有一天我们在一个重要的集会场合上 因为有一个活动的安排 需要每个人表达意见 而当轮到他上台 发言的时刻 他表现出非常的沉稳 内敛的动作完全不紧张 一开口却滔滔不绝 跟平常的内向简直叛若两人 其实在我们的周遭 也经常有一些内向的人 他们平时不爱说话 安静沉默 但是在了解他们的 就学和工作成绩时 你会发现他们却是最厉害的很角色 例如比尔盖茨也是属于内向性格的人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 他喜欢一个人独处的 坐在图书馆看书 也喜欢一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特别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因为这样的个性 也造就他日后的巨大成就 而据我们了解 能够享受独处时间的人 往往这些人都很厉害 因为他们会利用这些时间 去充实自己的内在能力和丰富的知识 使得他们在面对事情 更有能力的去解决和分析 往往我们看见 话多的人有时候更令人讨厌 因为言多必思 而内向的人往往都是多做事 少说话 也带给人信任的印象 往往外向的人说话比较直来直往 相对的就比较容易 因为嘴快而伤害到别人 而内向的人因为社交的时间变少 而把时间花在充实知识和能力上面 也提升了工作能力的学习 对知识的了解也更多 当然成功几率就更大 有时候人生就像在游泳 先下水的不一定是先上岸 而过程中必须保持耐力还有坚定的意志 下次我们再看到内向的人 不要只是用你既有的印象去定义他们 因为他们身上的优点绝对不会比你少 内向的人为何讨厌说话 以下是我听过最中肯的回答 许多事情不见得一定要说出来 让任何人倾听 因为当你的内心非常的坚强 就不用向外向的人喜欢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让他人知道 内向的人他们在感受到各方面 听到看到甚至遇到负面的事件 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他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心中慢慢消化 可见他们的内心是非常强壮的 那为何他们的内心会充满如此强大的力量呢 我们整理出四个点 一 为何内向的人不倾向于分享内心的想法给别人听呢 原因是他们认为 分享给任何人意义都不会太大 也不能帮忙自己解决什么 一般我们认为 内向的人在外面即使受到挫折 首先他们也不会向自己的父母哭诉 因为他们怕父母为此担心 是他们所不乐见的 当然更不可能向朋友抱怨诉苦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无计一事 只能靠自己去解决 所以他们选择沉默以对 二 内向的人不愿意分享内心的想法 也在于他们对事物有强大的敏锐 观察力和判断能力 而他们最相信的仍然是自己 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能力 把问题找出来并解决 这就是内向人强大的力量 所以 当然就不需要再透过别人来协助解决问题 三 内向的人不喜欢每次遇到问题 而立刻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 更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目前处于某件挫折和负面情绪当中 而引来更多人关心了解 最后扰乱他们原本平静的内心 因为他们想要活得更简单 不希望外人干涉自己的生活太多 讨厌人际关系太复杂 人脉建立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选择独处 和一两位朋友简单的往来就够了 四 内向的人不想要把自己的感受公开 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外人 也不太容易信得过别人 他们的感受会敏感 但并不代表他们很脆弱 事实上刚好相反 他们比外向的人强大得多 可见得内向人的心理素质 非常的坚韧 五个选择测试你是真正内向还是外向 情况一 想到要和朋友出去 我开始担心我要穿什么衣服去赴约呢 情况二 家中的水果吃完了 明天要去挑当季的水果 情况三 计程舍司机每次都绕路 导致我都浪费很多时间 情况四 跟朋友聚在一起 我不说话我比较随和 情况五 对不起你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注意到 真的很抱歉 请选择 选择情况一 朋友告诉我下星期要出去聚会 导致我非常的忧虑 该怎么准备 如果可以我很想要拒绝 我希望能够把时间留给自己 休假我只想要好好休息发呆 这是典型的内向性格 可以说是非常标准内向型的人 选择情况二 想到能够主导出现的社交场合 而不是迎合他人 过程中仍然可以跟人互动 而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重要的事情 又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外面 符合自己的生活形态感受 这是属于一般内向型的人 面对外在的活动还是仍然有期待 只是时间不希望占据太多 而能够数债数觉最好 最好每件事情都能够自己掌控 选择情况三 你不喜欢跟人互动 更不希望开启任何话题 因为你的内向导致因为你外在的刺激 而更容易唤起警戒心 所以你不喜欢也不希望遇见熟人 比较喜欢独自一个人的行动 可以确定你是非常严重内向型的人 选择四 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 你表现出来跟人互动随和的一面 你愿意付出你的时间来和人互动 即使你表现出非常的内向 但是你仍然渴望社交生活 对你来说选择活动结束后的独处时间就已足够 你是属于外向性格的族群 选择情况五 其实内心已经在关注另一件事情 脑中已经存在正在思考的画面 对于外在的环境毫无感觉 并非刻意忽略外在的刺激 而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 导致不小心忽略了 例如某人向你打招呼 你却忽视 其实这并不是你的性格问题 只是关注的事情分心了 并非故意 所以你是属于外向性格的族群 其实内外向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可以说是各有优缺点 也并不是我们自己掌控的 毕竟这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并不需要太过于在意 只要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再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感受需不需要跟人群互动 而展现真实的自己的性格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是 内外向比例各一半的人 例如有时候想要独处 就会把自己封闭在一段时间 让自己好好沉淀 而有时候却想要和朋友一起互动 参与任何聚会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不用刻意去区分内外向 祝福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